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大家是不是很高興呢 身入透視又找到阿齋sir來的 好 大家好 阿齋sir 繼續新年快 因為上一集 上三集 我們剛剛拉到少少 關於余達森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的院長 余達森牧師 不如我們今次整個系列就講這些 即是基督教 即是上一代的基督徒和八十代的基督徒斷層 阿齋sir也有看過那篇 我當然有 關於彭高鐵 有關余達森的中國神學研究院 我個人認識他的 當年當他的前輩 很驚重他的 很多人都說誰都是小明 張小明也是很驚重他的 我們當年是基督教 驚重很多很多人 不過大部分都令我們很失望 是否都是八十前的 即是前輩 長輩 我自己都八十前 是否那些叫六十前 五十前 四十前 我最近遇到四十前的牧師 這樣真的很好 那些人仍有傳統中國文化的美德 即是封骨 對 封骨 但有一段時間 香港已經出了一批 所謂Churchman 和Theologian 很多都令我們很靈頭 是的 很靈頭 余牧師也是令我靈頭令到鼻的一個 不斷靈 不斷靈 但是不好意思 我定調 其實如果你說我生氣和罵他 我可以罵到狗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明白嗎 如果我站在反高鐵的年輕人立場 我說你這是什麼人 我的東西你一句都沒有看 然後你就老屈我 當然這個老屈的情況 八十前是整體 你可以說是公共傳媒 八十前我覺得是差不多整體老屈老 八十後 所以我這些是比較少數 即是包括呂大樂那些 全部是老屈的 那些人老屈的恐怖地方是怎樣 是不學無術式老屈 亦都是不公平式老屈 即是說你都沒有看過別人的東西 你又沒有一次踩過別人的牆 你什麼都不懂 逐點說八十後 再加一些作業詞 你什麼都不懂 那你就去批人了 那我就去批人 你又不行 你又什麼什麼 最近那一套 什麼電影 拿獎的電影 我知道 《歲月神偷》 羅導演也是這樣說話 我都不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他這樣說 他說什麼我不知道 六十年代 我們的問題都比你大 為何你現在的人 負能量的 做不到事情 經常覺得那些問題 解決不了 我六十年代 我的問題都覺得解決得到 我首先講這套電影 跟著再講麥兜 再回來講 余木 因為余木多話講 還要拍評 不是 沒辦法 我未看電影 但我一定要評他這句 這句代表了很多八十前的意識形態 但我也是八十前 我覺得我都有資格說 我為何明白他們 我覺得你很多餘 為何呢 你此一時比一時 你那個年代的香港 跟現在很不同 我告訴我 五七年出生 六年年代我已經開始大過兒子 即六四年 我就剛入小學 我也看過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哪有現在的問題這麼複雜 如果有年代是黑腐 是窮 但問題是沒有那麼複雜 為什麼呢 是窮 你不可以吃油炸鬼 買麵包 喝白開水 你能生存 你現在 是沒有辦法這樣生存 你不可以要求現在的小孩 跟你那時候這樣生存 那個大家是不同的年代 而且你那個年代 其實前面沒有很多壓力 那個為什麼呢 六十年代就是韓戰之後 美國為了圍堵中國 特別給香港很多的爵掃 那時候的香港就是現在的大陸 你問現在的大陸人 除了被壓迫那批之外 一般的大陸人會覺得 我生活很難過 前面的前景很黑暗 就算現在大陸 每年出六百多萬的大陸生 他都可能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那個事實是一個 剛剛所謂未發展社會 開始發展的時候 那種感覺來的 這件事 如果香港的80後年青人不明白 可以回大陸和人聊聊天 嘗試了解他的世界 就會明白 或者由大陸的交易同學 解釋給他聽就明白 大陸的交易同學 跟香港人不同 就是他在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跟現在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你真的通過個人努力 可以解決問題 那時候我是在北角住 我告訴你馬寶道 春陽街那些小販 可以賣小販賣到上樓 做業主 做幾棟樓的業主 跟著他就做了富翁立 其實是嗎 到香港的樓市一直升 但香港樓市現在升到現在 四千多元呎將軍澳地 你問他 他連窩居的地方都沒有 你跟他講 你解決到那個問題 是不是他那時候可以住一個板間房 現在有沒有板間房給你住 板間房就是危樓 等上面的石屎嵌下來的那些 你怎麼跟他說 是沒得說的 因為你現在這班八十前的人 你除非真的稍為謙卑 這個謙卑用基督教神學說 叫做道成肉身 你用道成肉身的精神去謙卑一些 跟那些八十後談一下 你就明白他的困難大到什麼地步 大到不得了 你是他 你都做不到 以前讀大學很厲害的 中學畢業也很厲害 現在還習慣學 哇 四千元 大學 我認識得有些很聰明的年輕人 他只是說我不讀大學 我計算過那條數 我花了那麼多錢 欠周身債 我讀完大學 我都賺不回來 我現在不如早兩年出去 拿多些經驗更好 我還能生存 但他也不太生存 但是比起讀大學還不 都沒那麼辛苦 你說你現在的世界是什麼 那些很蠢的 那些什麼亞視 那些之後的電視評論 有個人說 80後 是因為這樣 我應該叫政府多些大學位給他 嘩 笑到爆咀 如果大家有空 可以放上來給大家笑 那些這樣的評論 簡直是 目不識丁 什麼都不識 有些那些何不食肉眉 對 何不食肉眉 我以前捱過的鹹虎 你都沒捱過 為什麼你會這麼差 你又完全不明白他 我現在只要一個很簡單的實習位 你都給不到我 呂大樂不一樣 呂大樂那個年代 呂大樂不一樣 呂大樂不跟我同年 我們認識的 你那個年代什麼 你那個年代還沒跳舞 但是有什麼用 你爸爸老母 你都不是打過二次大戰 都沒經過過 對 對 我們那一代都是這樣的 我們老爸都說 你現在正在那裏 在那裏講話 全體沒吃過 對 我好像你那樣的年紀 擔著擔米在那裏走私 在那裏走驚著 被日軍發現多痛苦 對 對 我同意 你那個年代有你的痛苦 對 打大戰是最痛苦的 我也同意 但是如果將六十年代和現在比 是不是六十年代一定比現在 我真的不可以這樣說 我真的不可以這樣說 對 好了 回來我們應該談談麥兜 麥兜 麥兜就是剛剛我們上網看到 真的很可惜 我很同意 我那位仁兄 於是我就加了他做朋友 他就說 很難頂 為何麥兜可以竟然 直接去幫曾蔭權拜年 這個也是我相信很多在座看電視的人應該明白 我們剛才用了千語千尋 你突然發現如果千語千尋可以幫曾蔭權拜年 你有什麼感覺 我跟他討論過程 我在跟他討論過程 我上網題 我說其實有跡可尋 這個也是香港的悲劇 大家沒有辦法在社會 他自己所謂作開一片空間自己生存 是 即是連麥加碧和謝文立 這麼有創意的 他那個慢慢賣賣都賣不到 為什麽賣不到 這裏有很多原因 我相信和香港社會製作成本貴有關 太貴 那你太貴 那你就沒有辦法生存 你沒有辦法生存 於是開始慢慢要依附這個建制 未權債 他最初就是各種食環處 什麼處叫他買 幫他們畫那些 畫到最後 你想想 我都很同情他 最後曾蔭權叫你畫 你畫不畫 你不畫 以後這些全部都沒有了 那你怎樣 這個就是大家真的都要幫他想 我不是說我同意他 其實我在網上是不同意他 是同情他 我同情他 即是等於我同情80前的人 為什麽說我現在很累了 我不想去五區公投投票 一樣 但是你不想 我都要告訴你道理 你是應該去投票 那現在一樣 麥加碧的情況就是 你就算我同情你 我都不可以說你做的人 是 是 稍後回來我們再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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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